无与伦比的奥运盛会背后 还有多少精彩未能呈现 大家看到的表演里面 这些东西只是我们整个创意量的百分之一 作为开幕式执行总导演 他如何将创意变为现实 怎么也得练出一个震撼世界的太极之源 这是奥运会的 这是奥运会 鸟长嘛 屁幕式的 这都是奥运会 这是奥运会的 这几个拿着火炬 这是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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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人体两朝 这是地球 这是闭幕式最后的记忆之术起来的 那上面收稿 都是奥运会的收稿 人体两朝空中火炬塔 看着这照片就是引起一些记忆嘛 你看 你看120人同时在空中 50米高空啊 你连奥运会的开幕 你都做过了 你天上地上海陆火 你都用过了 你再进行其他艺术创绍 你就习惯于逼迫自己 找各种新的可能性去 还是一句话 你运无竟然是不是行 我再即使在做舞区 做个舞蹈 做个小节目 我都会调动很多 应该调动的事 因为奥运会成功 就是这个节目 这叫义无止境 义害乌鸦 只要你敢想 就能做得到 2005年初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竞标工作 正在展开 陈维亚带领着自己的团队 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竞标工作 在她看来 要想让自己的标书一鸣惊人 光有好的创意 是远远不够的 精彩程度 究竟是先说得过瘾痛快 不考虑将来实现 还是要考虑 实施求是将来能够实现 这个度很难把握 我们不能面对奥运来一个信口词黄 天花乱坠 不管将来实现不实现 搞一个让人听得去挺可怕 挺兴奋的一个方法 还不行 还得考虑一个 你有精彩的想法 同时你还要有体现的方法 他经办里面要求就是 你怎么体现 你需要哪些技术条件 同时还有尽端里面还有 你需要提出你将来 你这个方案所需要的 经费额度 这个经费额度不是随便填的 你必须一条条大概齐吧 大概是什么 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很困难的 而且你不知道 其他团队会怎么做 也许你觉得你出的预算很高 跟其他团队比你这预算最低 最低的人也会对你产生怀疑 你花这点钱能做到吗 那么你出的最高人家会说了 你凭什么要那么高的价格 那么奢侈去做这个方案呢 你看这些东西都需要你在竞标过程中 要仔细地想好它 当时参与竞标的除了陈维亚团队之外 还有十几家来自国内外的知名导演团队 张艺谋担任总导演 陈维亚 张继刚 担任执行总导演 几个导演 几个导演 几个大家在一块的时候 就感觉好像老朋友久别出门了 在这之前完全都是隔离开的 我们互相就现在坐在一块了 最有意思就是 大家做的话第一件事 是工作人员抬了一大堆材料 就是各个团队竞标的文件 全部给了我们 你们随便看吧 我可以看你的 你可以看我的 我们也可以看其他 没有进来其他团队 很多 一大落子 大家那几天就先看 先熟悉 先吃透 各个家 叫我们家各庄有各庄的高招 我们希望的是 它做一个活字的功能 把活字的功能给它强化出来的话 强化成这样的单元功能的话 可能很厉害 就一点点就 咱们都不一样 你演完它都不明白 你怎么演的 那就扭到 我脑子里面 我觉得最美的形象 应该是一个特别具体的印刷的一个开始 一定要给我们 在奥运会开幕式最初的筹备阶段 陈维亚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开创意会 这个创意是一个非常艰苦 非常艰难枯燥的 甚至是痛苦的一个过程 你想从前面 我现在竟不要先不说了 从理论年初开始 一直到08年开幕 几乎每天都在开会 每天大家都在绞尽脑汁 在想怎么样做得更好一些 怎么样做得更新一些 可以说最后我们决定 在奥运会中 大家看到的这个表演里面 这些东西 只是我们整个创意量的百分之一 甚至千分之一 这个一点都不夸张 每天大量的好想法 捡起来 人要再来 捡起来人要再来 事后想想 这个过程是很必要的 就必须穷尽你的想法 面对以后你留下遗憾 哎呦 当时为什么多想一想 所以这种过程不断地重复 不断地延续 力气推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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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最后 等会儿干什么表演啊 有了好的点子 能够实现才有意义 这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 展示地球的表演 这个创意实现的过程 让陈维亚一直记忆犹新 首先 你画个圆 什么画点人 一层中的事 但是排练前 你必须要有个 一比一的地球伸出来 我们在 在大兴有个排练场里面 那就是一比一出来了 然后孩子们演员们 先要适应 怎么适应呢 现在室内排练场 先把人倾斜地吊腰 腰吊住 然后在这种 45度 90度情况上 你能自如地走动 这个对人的骨骼 是有很大的考验 然后慢慢在头朝下 反45度 反90度 在那练好以后 你再上这个地球慢慢练 你还得保证 这个漫长的训练期 不能处一点事故 所以在大兴那个地球底下 防护王秘密麻麻 保证任何个角度 人摔下去都不能摔伤 不能出事故 不得你去看 而且要开发他们的潜能 怎么样在这种 有钢索牵引的情况下 在违反地球吸引力的情况下 你还要表演 你还要跑动等等 这个难度相当大 除了训练的艰难 让陈维亚感到十分头疼的 就是如何让表演所需的 巨大球体 及时地出现在开幕式的现场 他能够利用的 只有鸟巢草坪下方的深坑 这是一个专门为 开闭幕式建造的空间 但是这个空间的大小 却不足以装下 直径20多米的球体 所以要求他 你这个地球设计一定是 压扁的 就像现在有一种灯笼 压扁的 压扁藏在地下 然后在一边伸的过程之间 一边展开展开展开 全部伸出来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很复杂的过程 那带来第二个问题 演员怎么上去呢 对吧 因为演员事先勾字 就得挂好 导演丝就能挂好 你要多伸上去 再上去不可能的 没有梯子 但是呢 你在下面就伤好 不对 下面地球是压扁的呀 是不是 压扁你 人不可能在里面 怎么办呢 我们先看地球压扁以后 那个地球直径是22米 压扁以后 估计大概在四五米 五六米 看看在压扁以后 里面哪些地方 能够先把人藏进去 先塞进去 同时在旁边 还有人在准备着 它地球在底下 一边伸的时候 旁边有各种不同的工作空间 演员就及时赶紧上去 赶紧上去 赶紧上去 上去立即把构都要挂好 这样当它离开地面 在完整形成求是 人已在里面 已在后 这些人可不是早就在后 是一边伸的伪力 一边跳上去 就像执行者 你骑下骑里边 一个人在上海一样 紧张的筹备期间 他却遭遇严重的脑损伤 到了中症病房 我一睡就是三天 在严格保密的状况下 他如何完成 点火仪式的训练 这一切 你都得后白眼做的 那个时候 就谈不上白天晚上 天晚上别再让人到有着急 别再小看不起 他都是门开上去 是你不是 是吗 在奥运会的筹备阶段 陈维亚作为副总导演 主要负责开幕式下半程度演出 检查他的服装 从2006年3月起 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 终于长时间的劳累 让他感到自己的身体 有些吃不消了 我在2007年的11月份 最紧张的时候 忽然脑血管出问题 脑梗 人家医院弄个手推车 我说病人在哪儿 病人在哪儿 我说就是我 你怎么还站着 赶紧坐下来 我说没事儿呀 那时候很危险是吧 立即把我往椅子上去坐 推到那儿去 到了那个中正病房 我一睡就是三天 不知道 就是当时一用药 人就脑子极度疲劳 那这几号几号了 在那个里面本身就黑了 那你就睡了两三天了 这样子 极度疲劳加上脑损伤 住在院里面一个多月快两个月 不能工作 那个时候各项工作正在如何不途 着急 那时候忽然才发现 哎呦 人的生命很脆弱 人的身体精神状况太重要了 没有这个 你什么也做不了 我就觉得就是这个时候 在真的体会到 生命是值得珍惜的 是需要呵护的 当时我体会特别是 为什么 你再有能耐 你躺在病床上 你只会什么奥运会开病无事 是不是 那时候就觉得就是 敢着急 在医院休养了一个多月之后 陈维亚再次回到了奥运会开幕式的导演组 此时距离开幕只有半年多的时间了 很多节目的创意已经基本敲定 进入了实施阶段 在陈维亚负责的部分中 有一个节目需要2008名演员 展现中国太极魅力 这个太极应该在什么表演状态下进行 应该选择哪些动作体系 能够最典型 最能够表现太极独特的内心精神世界和韵律 这些我们先经过探讨 经过选择 同时我们还要请教太极专家 太极高手的意见 而且请他们还要出动作 我们甚至请这个太极专家 请了大概有十几个太极的这些运动员 形成了以后 当然异谋他们也要来看 大家都来看 你看我们小范围十几个太极演员 再唱内场地先做你看 大家都认为对了 是这个意思以后 再推广到两千多个演员当中去 再进行埋伦 在开幕式表演中 两千零八名太极演员 时而卧倒 时而奔跑 要想在这样高速运短的表演中 始终保持一个圆形 是极其困难的事情 为了达到最佳效果 陈维亚进行了周密的安排 他形象地把这个方案称为切西瓜 切西瓜 整个这两千零八个演员 原形以后切成无数的西瓜味 这一半大概只有八十个人 您就开始就练这一组动作 规定八个点 第一个点对三 第二个点对六 第三个点对八 第四个点对五 他都练死了 当每一小组西瓜半都练标准以后 放到一块还要进行统一协调方向对不对 这样打出来就是 不管你怎么移动 这个原始终不练 这实际上是相当困难的 那是导演演员 那是拼了 怎么也得练出一个震撼世界的太极之源来 在奥运会开幕式的所有设想之中 奥运圣火的点燃方式是最让亿万观众期待的 正因为它的重要性 导演组设计的方案一改再改 直到开幕式前一个月 盛火点燃方式竟然还是没有确定下来 这个点火方案一直创业到最后 最后 最后的二十天 最后的大概一个月吧 才最后确定下来 最主要问题是解决了火炬手和火炬塔之间的关系 因为你能跑得更连接 你在下面点一个火炬火炬上去也不合适 最后它能跑不能跑到跟前去 曾经想过一个 我们用一次奥运会 历史上参与最后一棒点火人数最多的一个创业 当时这么个概念 怎么想的呢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鸟巢啊 一个无法逾越的空间障碍 就是这个顶啊 太高 上不去 火炬塔又在顶上 这个传递过程是相当上脑子的 想了很多方案 什么画卷啊 什么什么都有 结果说能不能这样子 大家想就是能不能够就是用人在空中 形成从零高度 然后一直到火炬塔 形成了人的一个链条 有两米一根 两米一根 哇 整个人在空中一调又高下上去 然后大家手里面 拖着这个导火索 看下去 这个火炬的时候 点燃第一个人的导火索 这个火经过大概算得要一两百人了 咔 送上去点火 在空中看是一个人组成的链条 然后手里面拖着圣火不断地向上 种植成像个长尘样的点火 可是针针掉下来没人举个杆 本身就很难看 大家空中在互相一晃动 高高低低的 你别说点火本身这个样子就不好看 后来就放弃了 因为各种技术限制和安全问题 很多看似完美的方案 都不得不最终放弃了 就在距离开幕式 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候 导演组终于确定了 圣火的点火方式 火巨塔反正就是一个 旋转的跑道的感觉 于是就开始了 紧张的摸索性的训练 这个人怎么跑啊 首先就吊上去 吊上去人还得斜过来 那么就要有两套悬挂系统 一套悬挂系统 直上 上去你的按照机关一拉啪 另外两个钢丝器中 能斜过来 它才能跑动啊 这边边有个组 有个点火的导演组 这个点火导演组都要载 然后呢 整个这个空中运行的这个操作组 包括空中推行的战士 得载 是吧 还有呢 火巨塔操作者也得在啊 还有呢 它在跑的过程中间 这个上面这个边缘上 还有投影图像呢 这个投影图像的工作者也得在 你得根据它的速度走啊 它走到哪儿图像跟到哪儿 但是算是个综合性 所以每一天的后半夜 各部分都得在唱 当然其他无关人都得庆祝唱 出于保密的原因 点火仪式的排练 只能在每天深夜进行 此时休息对于陈维亚来说 显然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最后一个一二十天 每天后半夜你的点火问题 点火问题太多了 这一切你都得后半夜做的 那个时候就谈不上白天晚上了 你个人休不休息你都没人管了 把这事干好再说 时间紧 任务重 它如何保证闭幕式的精彩 在规定的时间 规定的空间里面 你必须做好 做好不做好你都没让开 一座记忆之塔 怎样承载一次盛会的记忆 只有站着的空间 你的表演性是才能独特神奇 2008年8月8日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举办当天 陈维亚很早就来到了国家体育场 和以往紧张的情绪不同 很多人都已经完成了准备工作 只等着盛会的召开 整个工作区异常平静 我们那个工作区会议时 有个倒计式牌子 那天正好是零 到8月8号正好把那个零子了 大家都在那儿照相 八一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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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那个倒计牌上不断照相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件事 对于陈维亚来说 真正的考验 还是开幕式举行的时刻 她要负责指挥整个开幕式 下半场的演出 我们导演指挥系大概距离大概有七八米 然后那边是灯光指挥系 就灯光 视频 舞美 空中技术 音响 画一直排开去 每一个这个工作区都有几十人在围 然后后面还有房间 房间里面还有各种机房 晚上八点 北京中轴线上绽放出一连串 由烟花组成的脚印 北京奥运会正式拉开了帷幕 开幕式上半场精彩的表演很快结束了 此时陈维亚开始全神贯注地指挥下半场的表演 你必须在准确的时候下准确的指令 太极 上场 音乐器 灯光走 什么准备 一号门准备 二号门 三号门 就完全按程序指挥了 那时候想不了那么多了 也没时间给你想 尤其点火最后 李林 起 什么李林 到位置 李林不要慌 准备 听我的口令 停三秒钟 燃气部门准备 点火准备 李林准备 我倒数 三 二 一 李林 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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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其他人准备不了的 必须我们按照既定的口令发口令 走 一旦掉完火以后大家 哇 还就闹起了些 我们还没人发口令 全场就换成位置 就在所有人欢呼雀跃的时候 陈维亚却要立即开始一项更为艰巨的工作 这就是闭幕式的现场准备 和开幕式不同 闭幕式的准备时间非常仓促 开幕式一晚 当天晚上下雨的 开幕式一晚 当天晚上下雨的 因为之前人工区域啊 一直憋到八月八号晚 大概十一二点以后开始下雨 整个场地是下的大雨 在大雨中间 我们要把这个地坑里面 要把那个塔 要一个个运进去 先放进去 收缩起来放好 然后把地面要铺平 要把草全部铺满 因为上面要比赛嘛 所以那一夜就是冒着大雨 完成这个事儿 而且必须在第二天的晚上几点啊 八点钟之前得到完成 为什么 马上天津比赛就进入了 这个过程是 实际上在开幕式还没结束的时候 闭幕式的相关的车队 在外面已经排了几公里长了 一个是草坪排队 一个插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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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就是闭幕式的所有的塔 一辆车一辆车都排好了 一结束 观众一车厂 厂一车空以后 第一件事儿就是 第一场地坑打开 地坑打开 那个地球得拆掉 然后闭幕式一车车进来 赶紧往里装 迅速转发 海贾弄好以后 转发立即合上盖子 这边钢河盖子 那边草地一个个茶车排的队 很壮观 哇就开进来 一块一块一块 闪电战士 把它做好了 所以它并不是它不像开幕式 开幕式是这一个月两个月 体育场空的 随你怎么折腾 并不是的 在规定的时间 规定的空间里面 你必须做好 做好不做好你都得让开 抓住一条就是 你在空间上要有自己独套之处 否则你只是在平面上 唱唱歌跳跳舞的话 那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提出了 记忆之塔这么一个概念 这塔的概念也正好是 我们这个团队 我们并不是团队 我们自己的有一种喜好 就是我们要突破 广场文艺表演 平面这么一个固有的形式 团体操作 我们尽量希望利用空间 只有在你的空间 你的表演形式才有可能独特神奇 所以当时就说 平地起出一个高达三十米里 三十米塔 象征着其余见尔的攀登 有塔只是一个载体 比如说这个塔上 一片叶子是一天 或者我们用数字 8月8号 8月9号 10月11日 最后到20几号 用巨大的数字拼成一个塔 等等 这种想法很多 但是后来都是有一些技术 你比如说那个数字 一个八字 你怎么也得四五米高吧 8月8号 一直到二十几号 那么多数字 怎么扛上去 怎么上塔上 这都是这样的问题 我一直做了大量的试验 模型试验 电脑模拟试验 最后还是简直 还是说塔已经有了 人们最想看到人 人的表演 这就要求这个团队能够人物负重 能够见分插针 预见力要强 应激处理能力要强 这是毕牧师的特点 全国上下七努力 终于成功了 毕牧师是真不容易啊 在这么有限的条件下 能做到这么圆满不出事儿 临时果成功 那大家这一块 那是叫做躺着泪在做 暴徒痛苦在做 被判断不出事儿 对 KING PAO CANADA CMU KMU MUH